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坎世界 我现在还在芝加哥的西郊 今天呢,基本上没什么事 因为这边,说实在的 芝加哥这边啊,它的疫情还是挺严重的 非常严重 据说芝加哥这边好像有三万来人吧 三万来人被感染 所以很多人都比较,觉得比较恐惧呗 所以我今天呢,就在房子里一个人呆了 呆了大半天,也没有其他事情 明天打算呢,就回家了 明天是母亲节嘛 所以得回去跟这个老婆孩子在一块 所以今天就是,因为在家里时间待久了啊 小孩儿要把我逼疯了 所以就开车出来躲一躲 躲一晚上,然后明天就回家 今天呢,我录了好几集节目 因为很无聊嘛 所以呢,我就说 在晚上休息之前啊,再录制一集 那么讲什么呢? 就是讲一讲这个,还是讲这个移民的事吧 因为最近啊 有很多朋友还是在问我移民的事情 我呢,一般呢 就推荐他们再去看我的油管节目 但是呢,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直接再来找我 其实,这个移民啊 它是一个,很个人,很个人化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因为大家,虽然就是说 这个想法是一致的啊 就是说都想出来 但是一谈到很具体的情况下呢 那每个人的就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真的是一本难念的经 总是举棋不定 因为很多人的目标呢 都还是在于美国 很多人还是在于 就是说 我要移,我就移到美国了 要么就不移 那么我就在想 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其白咧的移到美国呢? 其实,其实地球这么大 是不是?国家这么多 有的其他国家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嘛 因为美国呢 除非,而且这些朋友呢 绝大多数啊 第一 他不是很杰出的人 也就是说 他无法靠这个申请 杰出移民这个 杰出人才这个移民签证 他是 没这个资历和资格的 要么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钱 也就是说 你呢,又不是很大的老板啊 所以呢,你要是想 就是说 到这儿来收购 一个小型企业 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那么我现在基本不太建议 一比五投资移民 因为他的排期时间太长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 我的节目啊 我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我过去一直是在做移民 做了十来年了 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来找我 问移民的事情 那么我这个节目呢 我这个游管这个频道啊 主要就是讲 美国各个方面的生活啊 工作啊,留学啊 各方面的这些事情啊 所以如果 今后你想接着看的话呢 就 现在就可以啊 按下面的那个订阅键啊 订阅一下啊 然后旁边有个小铃铛啊 打开小铃铛 其实啊 移民这个事情啊 很多情形下 还是呢 就是说 咬着牙 咬着牙 做一下决定 否则的话呢 你可能会很纠结 纠结好几年 你还是 今天在谈移民 可能过两年 你还在谈移民呢 可是你人呢 还是在这儿 这个 原地不动 因为我自己就是 有一些朋友嘛 他们过去 也是 我每次回中国的时候 都会来找我 找我来谈移民的事情 找我谈移民 今年谈 明年谈 后年还在谈 然后呢 拖啊拖啊拖好几年 好 最后还是决定了 要移民 还是要去走 可是那个时候呢 可能很多条件啊 各方面都已经改变了 那么你所消耗的成本 真的就是更高了 而且你想想 如果你早出来的话 你很有可能 这几年 你已经适应 在海外的生活了 基本上是这样 适应海外的生活 也顶多也就是 两年差不多 就基本上适应了 所以呢 你要是真有 这个移民的打算啊 那么就是说 和这个家人商量好 对吧 和家人商量好呢 就是 能够早走 那就早走 否则的话 你越拖 这个各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啊 都是 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它总是变化的 有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要涨价 各种服务费用都要涨价 如果是投资呢 它可能也涨价 有的呢 甚至对语言过去没有要求 那后来对语言的要求也有了 所以呢 你这个门槛就越来越高 你就 你就这等 这都是等出来 结果等来等去的 对吧 来对你还是挺有利的 到最后都对你没有利了 对对对 最后不利了 那你怎么办呢 是吧 就像很多人问我 移民美国 前两天干嘛去了呢 是不是 其实很多人啊 他做事情是 前怕狼后怕狐 要么你就彻底打消 这个移民的念头 对吧 要么你说要移民 那就 抬屁股就走 抬屁股就走 有的时候呢 当然了也许是 还有一些客观条件吧 比如说 考虑到小孩啊 对吧 还要考虑到这个 家里的那口子的想法 是吧 有的时候呢 想法可能不一致 这也是 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是有这类的问题呢 你就应该尽早的 想办法解决 你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了 家里人都达成了共识 这样的话 大家一起走 这样子对谁都有好处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 那也没辙 只能就是说 南方先走 先走一步 走一步出去奋斗一下 奋斗个两年 然后再把老婆孩子 想方设法接出来 那有的呢 也许呢 就是说 先把老婆孩子 先弄出去 是吧 自己在国内先奋斗几年 再多挣点钱 所以 基本上就是这几种 这几种形式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既然 这个 没有这个条件来美国 那就想一想 其他国家吧 你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说 像西班牙呀 葡萄牙呀 土耳其呀 黑山 这些国家 如果你就说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钱 那你就去考虑一下 一些 加勒比海的一些小国 实际上 在拉丁姆州和加勒比海地区 是有很多中国人的 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你去这么小的地方 是不是 一个华人都没有啊 一个朋友都没有 这也不太可能啊 其实在加勒比海地区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啊 到时候你去了 你可能才发现 哇原来这里 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啊 所以呢 像这种 加勒比海的国家呢 实际上呢 虽然他们小啊 但是只要你只要选对一些国家啊 其实还是 还是可以的啊 你先落个脚 落了脚以后呢 然后今后再想 其他的方法啊 再去 如果实在不满意 再想办法去其他地方啊 总之呢 如果你在国内 你觉得你过得有点憋怯 是吧 那你就 离开吧 啊 就离开呗 先走一步吧 啊 走一步算一步 反正这个 现在的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啊 都要比过去好得多 是吧 现在你想想 很多城市里的这些朋友 家里起码有几套房子是吧 你能先把房子先出了手啊 先出出手一套房子再说 而且你看看 像在福建啊 过去这些地方 那出来的那个新移民 很多都是非法移民啊 他们自己什么钱都没有 而且把手上的钱 全都给了舌头 然后出国非常的辛苦啊 这个这个 他们都是躲在船上啊 或者想其他方法 连转的来到了美国 但是很多这种福建的新移民呢 他们在美国打拼以后都很成功的啊 实际上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这个 你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啊 监口的奋斗吧 其实呢 还是有很多结果的啊 你到纽约 其实有很多新移民来自于福建的 他们虽然做的都是些餐餐馆的活 对吧 有的是做餐馆啊 餐厅 也有的经营 比如说做一些 像什么房屋的维修啊 等等啊 就是说可能你觉得是不是比较低端啊 但是你不管别人是低端不低端 但是很多人是挣了不少钱的 你知道吧 而且他们的孩子都是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的啊 因为他们出来这么辛苦实际上也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 对吧 当然了 也有一些人可能的确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 还在挣扎 还在不断的挣扎啊 还在努力 但是大多数人说实在的他们出来了以后都想尽了各种的啊办法啊 就是说 俗话说这个人不能被这个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了啊 总是有这个出路的 所以呢 我在原来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谈到啊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打算 你就不要再纠结了啊 不要再纠结了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 我这个微信圈里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纠结了很久了 不断的纠结 然后每隔两个月又来问我啊 每隔两个月又来问我说 哎呦什么新的变化 我说没什么新的变化啊 这个变不变化在于你自己啊 如果你变化了就有了新的变化啊 我这是没什么新变化啊 所以 今天呢 因为时间多嘛 时间比较多 所以就在这在啰嗦几句这个移民的事情啊 其实呢 像在土耳其啊 西班牙呀 葡萄牙呀 这些国家他的生活节奏还是比较缓慢的啊 生活节奏比较慢 其实他在欧洲这些地方呢 他虽然就是说比不上英国德国 但是他也并不见得是特别的差 也不是这样的 而且那边的华人也挺多 从生活上来讲 也不会特别的不方便 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先出去考察一下 到这些国家 也不见得一定是特别大的城市 对吧 比如说你不想在马德里 那你就去一下 这个巴塞罗那呀 或者便宜点的一些城市 对吧 考察一下 如果觉得满意 或者甚至土耳其 是不是 肯定有你喜欢的地方 你想想 人家那些国家的人 还有那么多的华人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在那里过得不是也挺好的吧 是吧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说 一定要考虑的特别的完美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 它总有这个 这个这个 优点 还有一些缺点 是吧 这个人的适应环境 是很强的 如果你觉得 你这个这个 不要过于挑剔 你总能够找到一个 合适你和家人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是吧 就是趁现在呢 这个费用啊 还算是比较合理 你看像在现在土耳其 25万美金买一套房子 而且那房子还是你的 是不是 你就六个月拿到护照了 拿了护照就走人了 是吧 在哪些国家 现在还有这么好啊 这么好的政策啊 太难找了 是不是 那么加勒比海的也是啊 二三十万美金啊 买房子或者是 这个这个 捐款啊啥的 对吧 但是那些国家 比起这个 土耳其来讲 是小多了吗 是不是很小吗 所以如果就是说 你觉得美国实在是太难了 你就 我去建议你呢 就不要再考虑美国了啊 你明明知道那喜马拉雅山爬不上去 你还要硬爬 你爬上去不是摔死了 是不是 那就爬点小山 得了 好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闲扯到这啊 这也是再次闲扯的移民的事啊 欢迎大家留言 我尽量的答复大家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再见